世界日记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碗 今天要看 今天这个大公报一开 因为放在头版的位置 现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有什么新的一些政策 都非常受到关注 今天这标题很清晰 说内地放宽外资准入 制造业限制清零了 所以接续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合作 交流等等 还有一些品质 质量的这个提升 也是在今天的关注的一个话题中 当然在国际的形式上 我们先共同做国际聚焦 这美国国会休息了六周之后 现在再开会 结果大家注意到 它一周内排定了非常多 有关于对华的相关法案 所以被媒体诠释成叫 China Week 中国周 但在这一周里面 到底是有哪一些的一个法案呢 之前我们先提了 在美国大选投票日逼近之前 其实很多对华的一些针对性 甚至可以让他们用在反应 在选举场上的 这样的动作也会越来越多 像世界日报说 国会赢中国周 就这样的词了 审25抗中法案 这是他们的这个标题 其中一个比较扎眼的 当中叙述 说有一个台湾冲突 贺阻法案等等 因为在这个法案当中被视作 对于接下来呢 美国不论谁当总统 可能会给他授予 有一些强硬行动的权利等等 但这些呢 还是在众议院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有关于这个 在美国的财政部 这个耶伦 他说他是因为上个礼拜 他有一个活动当中 他自己先表明了 说明年啊 拜登在明年一月 结束了任期之后 他自己可能呢 也不再担任政府 最高级别职务 所以现在有媒体在猜 他是不是快要退休了 等等之类 但是呢 最近的工作还是有 他说比如说 海提可能会跟何立峰再见面 而且他希望呢 在他呢 在这个 他的本身的职务啊 卸任这个职务之前 能够再有一次机会 能够访华 访华做什么呢 他也是希望呢 在很多的政策上面 做沟通 他觉得知道 很多的旗舰 大家想的不一样 但还是希望呢 在整个大背景中 看看有没有能够促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 德国之声也看到 有关于太阳能板的关税 中企在这方面的布局 美国早就提高关税了 他这个 这个相关的产业界 也有一些心理的预备 但欧盟也有提高 提高相关的一个关税 但现在有很多中企呢 他思想稍微 对这个政治风气 比较敏感的 他部署在东南亚的 这个相关厂房 也会受到美国关税的拉动 所以位于筹谋 可能先做产量的减少 那么因此呢 这篇观察也在看 我们看啊 虽然美国他利用关税 来去提高 对于中国太阳能 产品的这种压力 因为主要他的目的是 想要提升 他自己的国内制造业 但欧盟想的可能不一样 欧盟想的方式是 主要是希望确保 欧盟内能够取得 足够的产品供应 但是呢 在现在东南亚的 整个产量呢 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下 他们担心接下来 受到压力的一个冲击 价格的考验 南早今天有一篇报道 这主要是 这提到的是 内地的知名学者 他们做了一个访问 近期中美之间 还是看到有不少的 沟通和交流 但这里呢 只是在提 说呢 Not just talk 就可能不是只是 停留在空谈 谈话的层面 现在啊 无论是怎么样的接触 都更希望有 进一步的进展 特别是需要有结果 要落实 再也无法容忍啊 美方一方的关说 空说 在大选之前 你看呢 开支票肯定有很多 不知道 不确定 它是不是空投支票 因为一定要经过 选上之后的检验 这个特朗普呢 动不动 就把税的这个问题 拿在嘴边 特朗普提议 将部分的企业税率 降到15% 并让马斯克 在政府中担任职务 让马斯克担任职务的 这件事情 上个礼拜读报 已经提到了 说有个促进政府效率 在这个部分 而这个企业税率 什么样的税率这么好 能够只降到15%呢 他说 必须要是在美国 本土生产产品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但是呢 他同时也说 像不用美元交易国 增百分之百的关税 他表示 也注意到近来 在世界上 很多的交易 他们会采取双边 两边自己谈好的 一种本国货币互换 甚至他也看到了 有一些弱美元 或是去美元化的声音 所以呢 他就想出来的这样一个方式说 如果是他当选 他就会如此这么做 而在贺锦丽的这一边 我们看贺锦丽 特朗普备战 辩论秘密练兵 我们算一下 他们当地时间周二 在我们金港台时间 会在周三的时候 我们大概在周三上午九点 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辩论 联合早报 这则首次辩论呢 交锋表现获定输赢 这肯定是如此的 纽约时报这里 有一个新的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呢 显示出 这个特朗普 似乎呢 因为之前很多民调 认为说在几个摇摆州 贺锦丽咬得很紧 甚至是很多的州 看起来还是民主党 赢了共和党一些 但都在误差范围内 但是纽约时报这份最新呢 觉得说 那特朗普 似乎又维持了之前 晓夫领先的一个优势 我们来看 这个红色的特朗普 48%嘛 然后哈里斯 赫锦丽这里47% 你看就只差那一个百分点 这显见什么呢 显见说 因为很多选民反映 他们对于赫锦丽的表现 还不是这么的熟悉 我们说因为他之前 是副手的角色嘛 所以也很好奇 他在这一次 辩论会当中的情况 那当然这两边 各自秘密练兵 可以看到赫锦丽 他非常的谨慎 我们找了一个地方 还设计了很多 类似的舞台 还要找人扮向 特朗普一样 跟他对垒 他们的用意 就是希望让特朗普 可以抓狂发疯 但特朗普这里的 秘密练兵的方式 是在一个私人俱乐部 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 他的不聊呢 都希望他呢 可以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 表现得像是一个 比较快乐的特朗普 而不是那种 刻薄 说是恶霸型的特朗普 我们不知道特朗普 hold不hold得住 另外呢 再来看这是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呢 这里提说 美国的很多公司啊 大局的投入了 一个债券市场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 对他们来讲 在美国大选之前 还有美联储 为正式决定 做出减息的动作之前 他们当然觉得 这是个最保险 要谨慎管理资金资本的 这种一种方式 所以显见呢 美国大选 对他们带来的一些 不确定性的压力 不确定性的压力呢 还有很多 可能在特朗普这里呢 最近很伤脑筋 因为向来被视作 比较偏向民主党的 合理活着 发动宣传攻势 大公报的标题呢 说他是被指干预 美国大选 因为呢 这里提到 这一阵子呢 有一些影片 特别是纪录片 像是有些 像是类纪录片方式 的片子播出之后 他可能会直接直指 也不用影射 直接明指的时候 批评某些政治人物 那特朗普呢 近期就有一部 以他为主角的 主角的 这种片子播放 据说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他先播放的时候 已经引起很大的一个批评 因为当中呢 揭露了特朗普而不少 甚至是家庭暴力的情况 虽然有很多人 觉得很疑惑 特朗普可能家庭暴力嘛 但之类 但是这一类的 影视作品 在大选前出来 自然很容易就引起 政治干预的想法 好 再来看的是 加沙的停火 到底有没有进展呢 世界日报 协议破局 拜登卸任前 加沙停火无望 直接讲得很铁定 说因为哈马斯 又有提新要求了 以哈也各有盘算 所以悲观地去看 和平遥遥无期 所以在对照 这个新岛日报的 报道标题 这两个消息 看起来就比较不一样 新岛日报说 拜登推加沙停火协议 既带来十月惊奇 我们看 拜登一路以来 在推停火谈判 有没有注意到 他都是抱持非常乐观 希望他有成 布林肯都去了几次 这个会惊奇 五月惊奇 没有六月 没有七月 八月 九月 现在已经等到十月惊奇了 所以也一贯乎 在更多的一个 国际评论却认为说 因为现在呢 看不到那个交集点 谈停火的这个交集点 所以都为此呢 感到极为悲观 金融时报 说伊朗啊 现在对于 对俄罗斯提供了 超上百枚的导弹 但是当中也提 据未能最后 最终正式的消息 说至少两百枚 然后同时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说美国告诉盟国 称伊朗已向俄罗斯 运送弹道导弹 好 这件事情 但世界日报又说 这件事情呢 白宫震惊 事实上这件事情 白宫若震惊 那才是让其他人感到震惊 那当然核心是说 因为最近呢 美欧两国的官员 都有为此在做很多的讨论 所以呢 不知道白宫为什么要震惊 但是我们刚刚提这两百枚呢 当然被目前被认为说 是一个短程弹道导弹 但我们要注意一个方向 之前呢 会让俄乌战争 它的一个国际化的这个情势呢 更为明显 那当然有会增加北约 接下来他应对的一个压力 但之前以色列有说 如果伊朗提供导弹给俄罗斯的话 最终如果证实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以色列呢 就要跟乌克兰提供敏感性武器 约旦河西岸的关卡 经传枪击 三名以色列人被射杀 枪手遭击毙 路透社也说 当然这件事情 也刚好在这关头上 也引起了 以色列内塔尼亚湖政府的一个批判 那英美情报首脑 由国际失序 新报的标题 世界日报挺屋 英美情报首长 首度联名投书 不但首度联名投书 还首度罕见的公开亮相同台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我现在小点点的这位 就是美国CIA情报局的头头 伯恩斯 那么这个照片的左边的这一位 就是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局长 我们也说MI6 就是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 他们罕见 我们就说比较少见 你说这是英美情报界的一哥 他们罕见同台公开亮相 还要联名去做投书 因为他们主要表达了 就是在俄乌战争之后 还有目前加沙中东的局势 给世界的秩序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同时再次喊话说 美英要同心 特别在对付俄罗斯的情况 不过我们要不会演的去看到 他在当中把当前国际秩序 全球秩序的一个大挑战 很多的剑拔 是射向俄罗斯中国的 所以这个部分 包括 所以他们在当中这一段的一个呼吁 到底后续的这个拉动效应如何 确实我们只要继续关注 继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法国啊 这样的法国还是浪漫之都吗 在刚过去的礼拜天 好多场抗议上百场 统计呢 约有11万人上街 法国30万人示威 马克龙在线政治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日报的标题 后半段看 因为都是反对 他任命了右翼总理巴尼耶 他约他找了右翼巴尼耶做总理 好这件事情呢 当然本身欧洲的很多评论说 这个马克龙是自找的 大家记不记得 在复兴党今年6月 选举输了法国最右翼的国民联盟之后 马克龙政治豪赌 他要提前大选 结果这个提前大选的结果 让国民联盟又争取了更多的席位 中间的这一块部分 反而比较缩小 但现在这件事情呢 要看 国民联盟这里被视作是造王者 但他会不会那么快就去反对 巴尼耶政府还很难说 这也考验巴尼耶 他协调了一个能力了 好这件事情 德国军舰会否穿越台湾海峡问号 这已经飘了一个月了 一直在那边 很像给猫挂铃铛 或是告诉大家狼要来了 这个军舰就快要来了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 是22年来第一次这么做 那这件事情 目前德国的国防部 并不回应媒体的任何询问 但我们要注意的动作 在就在六月吧 还上个月 总之就是在这个今年 在此事件之前 德国已经加入了美国的 这个所主导的联合军司令部 那这个联合国军司令部 它的总部是设在韩国 另外委内瑞拉反对党领导人 或西班牙庇护 搭击前往了马德里 那这件事情 委内瑞拉的选举 结果算是马杜 宣布是马杜罗 他是赢得选举 但是美国跟欧盟 下很多国家并不承认 反对派领袖 刚萨雷斯 现在是搭着西班牙的军机 寻求了一个政治庇护 他的离开 对于在委内瑞拉内部的 反对派后续的一些行动来讲 无疑它的可持续性是个打击 另外纽约时报这里看 还有英国卫报 这个部分消息 主要还是说有关于塔利班执政下 有关于妇女权益的紧缩了一些探讨 在日本的政情上看到最新 因为他这次要选的自民党总裁 还有超过十人 结果日本这次前首相菅义伟表态 停小泉晋次郎 就小泉淳一郎的儿子 而且他的近期的民调人气很高 一个街头演说就可以有吸引了五千人 另外日本令和敏荒的讨论 说外地客服冲绳买米漆回家 批发业者与冷静消费 还有信报日本闹米荒专家归咎 长期限产 所以现在这个是日本自己内部 要去重新调整他们一个政策了 联合早报 韩罢工医生提协商条件 先废除今后两年扩招计划 还有中央日报看 住院实习医生 大批出走胜组织医生连轴转 韩国急诊室走向了崩溃边缘 尹信越政府之前说并不会取消扩招 那现在跟民意之间的一个拔河 这考验了双边的一个智慧 中华聚焦 继续我们看有两个重要的互动消息 首先是大公文会 挪威首相抵达北京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以及香港理应的报道 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抵达北京 江户习近平 好这两个消息我们会看到 因为这两边呢 当然有一些交往的一些伙伴关系 像跟西班牙是全面战略伙伴嘛 但这个部分呢 看桑切斯一年半年 都是像第二度到了 而且欧洲国家在这个时间 差不多同时间都复华访问 其实我们是乐见这样的互动 特别是对于欧洲近期呢 因为他们近年来 特别在这一年 这半年非常的明显 对华有许多的一些交流 上面一些思考 他们跟美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沟通呢 如果能够促进更多的 大家在合作上的一个关系进展 当然是比较正向的去期盼 但同时呢 我们也要看到 因为首相身份赴华来做参访 他们本身呢 除了对于自己本国利益 发展方向的关注之外 在地缘政治的情绪上面呢 他们应该也会做一些谈话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到时候 另外内地宽外资准入制造业 限制全册 经济日报 以及旺报这里看 旺报直接用这个制造业的限制清零 作为一个标题 星岛日报也是说一个清零 但因为在这个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负面清单 那这个清单当中呢 包括之前有关于出版物印刷 还有中药生产呢 这两个条目也被删除了 所以就被视作 被认为说标志者在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了一些限制条件清零 不过呢 我们当中还是要注意到 你这样说清零 这是媒体吸引眼球的一个标题 但是它里头还有一些特别管理的办法 也不是说它当然是全部开放的情况下 但你看像是烟草业啊 这个部分啊 还有一些法律业界等等啊 这个部分还是有些特别管理在当中 但是呢 这样一个对于制造业来讲 因为制造业在竞争方面来讲 发展呢 相对于全面啊 这也是更高水平 出资外 对外开放的一个呢 更好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展现 还有这件事就是可以设外 就是外商可以来到内地设独资医院 新岛日报 内地你准设外商独资医院 金户广深等九省市 满足民众医疗需求 这九省市我们了解一下啊 除了北上广深之外 还有天津南京 广州 苏州 福州 海南 所以算 就做一些试点 这些独资医院呢 它可以引进了一些设备啊 还有他们一些规定等等呢 这部分呢 在对于目前内地 它整个医疗品质 还有服务的发展上 有许多业界的人士表示 还有医疗圈的人士表示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 而这些核心在 对于人民的这个帮助上面来讲 当然核心还要探讨 就是有一些医疗上面的一些病例 这些资讯啊 数据等等 这是怎么样呢 能够促进一个交流 这个可能是要有待 后续的一些细节的探讨 在台北政坛上 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 在台湾的立法院外面 如果之前曾经到过台湾旅游啦 或参访的朋友会知道 那条济南路嘛 它就是这个立法的这个中心 它有一段啦 其实它是在两个大马路中间的 一段的济南路 塞满了全部的支持柯文哲的小草 中国时报 全台小草集结 高喊柯批回来 说这个民众党呢 在柯文哲 他现在被带到看守所之后 也进行了一个全台开讲 主攻司法正义 也有蓝营的友军站台 说的呢 就是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 萧续诚 萧续诚到现场 用秘密嘉宾的身份 他说呢 这整件事情要证明清白 是柯文哲 确实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他之所以出现 主要是认为 在这一次整个过程当中 他们发掘司法呢 确实有被政治利用的 这个可这个痕迹 因为司法侦查中不公开嘛 但是才却不断的对外 不断的去放消息 所以呢 萧续诚认为说 他主要是在这一面 就是说绿营绿手 去这个应用司法 这个部分感到不公 所以出来做抗议 但这张照片呢 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观感 在台湾这里有很多网友 说很损啊 其实说陈水扁 特别贴了跟柯文哲的合照 上面说 称同事天涯沦落人 我们看到 这个希望要坚挺 还要持续 这个部分 现在呢 这件事情呢 继续就要去考验 除了我们看到民众党这里 这件事情发酵到现在呢 支持民众党 支持柯文哲的指挥 更支持 但原本对民众党有反感的人 还是会继续反感 这件事情考验台湾的司法 好 还有美助华 女翻译 被指散布台独言论 信报 新岛之报 明报 都做了一个关注 而且这主要是一个 内地媒体环球时报 它做了一个报道 有知情知名的 知情者 消息人士所提供 觉得这是多次在公开场合 公然散布台独言论 这当中中美有领事法 有相关的法律 这个法规都已经违反了 不知道几条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 核心就要 接下来要看 美国驻华总领馆人员 它虽然只是个翻译 但它的言行 它的举止 它的作为 美国驻华总领馆 要不要负全责 又能够负怎么样的责任 现在还未看到 美方正式的回应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也看 这是有待 也是有待有关部门 中国有关部门的 一些正式回应 再来我们接续 做中华素报 文汇报 勇夺94斤 连续六届 抄美国 这是巴黎残奥会闭幕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 电荷国家队 联合早报也提双榜第一 这次巴黎奥运 再加上巴黎残奥 国家队的这种展现 不断拿 虽然拿到了金牌 看起来金光闪闪 但背后更重要是 看到他们不屈不挠的 这种坚定意志 以及为祖国争光的 这种持续力跟强韧性 接续再来看的是经济日报 摩羯台风这次在海南引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你看这个数字有495伤 而且文昌海口的经济损失高达了600亿 虽然它现在为止交通大概有陆续恢复 但是这次再来的一个影响也让大家觉得后续的应急响应有更多的思考 包括了国宝树也被连跟他60岁海南黄花梨受灾 我们都知道黄花梨的价钱也不便宜 说这一刻他们说可能就值了260万 另外我们刚刚提 你看残奥也好 巴黎奥运也好 那样的奥运精神 是一个大家仰望的一个范本 但是现在在男足上头来讲 哎呀这个要读的时候呢 我隐约可以听到不同的这种背景音乐出来 这主要是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因为上个礼拜四我们也说嘛 做客日本对这个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8强首战当中 以0比7惨败 因为这也是中国男足史上对日本队的一个最大失利了 所以新华社微信公众话 因为昨天韩友发表了记者手记狠批 说今日男足不能只剩摆烂这个词 同时呢还有说球迷底线不容再遭破防 联合早报还偏很损 国足输出了喜感 但是这一次在官媒的一个声音当中提到 因为在这一次他们中国男足的球员 在场上的一些行动的方式 表现的方式是说一个崩溃性的一个表现 因为犯了很多低级错误 说好像没有战术 而且没有合作 甚至还没有冲撞等等 没有一些血性 所以当然呢 感觉呢是希望说这个男足不能说把批评 好像当成是一个必修课一样 能不能有一些可以拼搏的这种底气呢 当然呢这就是各家在看球赛的时候 其实心里都很支持 但支持的又会很骂 我们还是怎么办呢 那中国足球的发展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想想怎么办 经济日报 多地抢身龙宝宝出现生育小高峰 以及信报看三孩政策 龙年效应 内地多是出生率回生 对 其实这个我们都说龙年 对中国人来说可能真的很特别 确实有很多人希望龙年生宝宝 但同时也想到龙年宝宝生得多 未来的教育竞争压力上面 龙年宝宝也特别不容易 好 那祝福这些宝宝们 快乐可爱的成长 中国贪官二审维持死刑 曾猜权决定职位分配 另外呢 这个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 随着他们关注中国政府 跟贪腐要彻底划清界限 认为有很多的贪官 可能都会面临到死刑的审判 新岛日报 酒店进新能源车进入 声称自然风险高 以连和早报所看 新能源车安全事故频发 浙江多地酒店和办公楼地库禁停 说呢 是因为它这个停地下停车场 担心会给其他的车主呢 带来一个安全上的一个风险 但此事呢 也更呼唤 是不是有更专业啊 专家科学性的解读 新岛日报 超市物船即将倒闭 民众涌入吃喝清空 结果呢 官方最新的通报说 其实这个部分啊 他说倒闭的传闻不识 那所以现在呢 这个突然间大家疯狂的 有些情绪性的展现 这个不知道 这个经济的影响哪方负责 新岛日报 这在香港经期很受关注 匆忙合适毒品洗港 太空油公然网售 这个呢 跟电子烟吸食不同 混不同毒品危害非常大 所以呢 现在在这块部分呢 它会放在头版的标题 就是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